我去银行查一查 现在 哎呦我掐的 我哪时候不是说叫你买个大房子啊 那为啥再买开买个那销了呢 咱俩想说再搅去嘛 这第一套房子搅去没必要买那么大了是吧 就是稍微来买一个便宜来 先上车 先让它户口解决了 然后再慢慢换来 我哪时候想说吧 那就是说我也知道那那个刚上班 你知道吧 也没穿上钱 我想说就是说 刚刚把咱俩那个薛区房卖了 这样咱都不用多做难了 咱俩起码咱付个收付是吧 那就是那个慢慢的叫你烧带一点 到后来你换住就没那大压力不 那两个上个板不 其实那压力消了点 咱首先在一步到位买个大房子多好啊 咱再搅去 咱买个这祝罗可福啊 那买得销一个个 那我怎么敢说 那钱顶住万顶住人 那还给我买个得销了呢 哎呀 都烦死我了都快 没必要了嘛 是吧 是吧我感 哎 反正我们俩觉得 我们现在毕业了三年 然后有个两居士也差不多了 对 这没必要就是 刚工作 然后就把双方父母的钱都给掏捧嘛 咱那放的不买 咱那位置真好 可以到时候组出去啊 那都是货签呀 是吧 但是不 我觉得作为父母 不 我也还是 还是想住 就是说给他买个大脸的不 就是说咱 咱可以把那个薛区房卖了 是呀 不买不买没必要 嗯 选去吧没必要卖 反正这个这边凑吧凑吧 两家凑凑也够了 我俩也有点咸 但是那个房子就是太小了 我就是有点那个上 嗯 在北京八十多平已经不小了 是啊 我现在洗下来反正还是有点不得劲 光九州就是说咱们为啥不买个大脸的 肯定那我想了那两个孩子反正也就是 为了不逃空双方父母的口袋 也是反正也算有良心两个孩子 那我那个啥呢 那这一次来过 那我那个啥 那我那个啥 那你拿个肚子去 给你一个银行的卡 这个银行的卡你给 哎呦 你别摔我手上 我不敢受养 妈妈都叫发了 手下发 这多少钱妈妈 五一块 多少钱 五倍吧 哈哈哈 这个钱反正就是给你那个 那个啥 给你算给你赞助一部分吧 咱也不能说把假的全部掏空给你 是吧 给你爸比起还得留的养老钱 不能说都给你 再一个这个这个人家没说 带给你点压力 有压力才有那个带给才有动力的 是吧 那么慢慢的带上一部分 就是说你们慢慢的还 如果到回来你们两个吧 孝顺的话吧 咱到回来再说 要是不孝顺的话吧 一分钱都不给你 人家没说 等他们吃 他们剩下的才是你们的 那不能说 把这钱全部都给你们 你别再抱太大的希望 抱的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别抱太大希望啊 我们家家人条件你也知道 哈哈哈明白 哈哈哈 怎么呢 这个啥不 咱两家臭臭吧 你那个啥叫你少贷这款啊 来妈喝点茶 虚伪 在虚伪啥啊 这不 孝哥太虚伪了 你反正做父母来吧 也应该绑住你们 你知道吧 毕竟你们就是说 刚上班是吧 嗯 毕竟参加工作也没有多久 那个呢 哎 你们慢慢的就是说 这个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嗯 嗯 妈妈你这一刻的心情特别来高大 你你吧 哈哈哈 妈我跟你 你咋不说一些话啊 你这 这我我都以茶为净了嘛 哈哈哈 要不咱不要 嗯 不要不要 你不要放大胶田 你不要 我发现就是玉冰有时候可虚伪了 你知道吗 就装模作药呢 你了吧 不要又不太合适 哈哈哈 你要不要你自己把你家的钱都掏空了 哈哈哈 想以后好好赚钱吧 赚了钱再孝敬咱爸妈 是 行吧 是 好好的就是说赚钱以后 嗯 是吧 啥都不说了 咱就好好的赚钱 等你们就是说 等你们以后结了婚 啊 结了婚 说错了 等你们以后有孩子了啊 孩子了 就是说 就是说 在需要花钱的时候 咱就把那个薛局方卖了 是吧 嗯 现在咱还不到那个卖方的那个地步 是吧 嗯 咱先把那个燃眉资金先解决了是吧 啊 对 其实山东选区方留着 以后 可能生殖空间比那个北京的都大 我来咱有钱了咱再换大的 嗯 来了 爹 咋了 你关门干啥 不是 这你才进来不拿卡 哎呀 那他 你不拿那他那张腿跑了 咱妈硬塞我手里 哎呀 你说是咱妈这张卡也不说多少钱 你管他多少钱呢 你早晚就知道了呗 你问去 你知道密码吗 不知道啊 那 无所谓呀 你你急啥呀 那你得大概知道个数呀 哎呀 你咋那势力呀摩哥 我去银号 我去银号查一查 现在 哎呀我天的 那楼下就有个键啊 我咋没发现你那么势力啊 你别丢人了啊 哎 哎 哎 晚点再查 咱妈在客厅 你直接问不得了 我咋问 我就说妈多少钱 啊 你不厚着两个皮 能干出这事吗 你别在这蹦倒了 你碍我眼 行了明天去查吧 嘻 不要脸 好